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第一题 下列各项资产的减值处理 是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的 有什么 有选项 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 这个是用8号资产减值的 比使用权资产的减值 这个跟固定资产一样 也是使用8号资产减值减值的 这些像合同资产的减值 那么它的减值是使用22号金融工具减值的 此题 合并商与的减值 它也是使用8号资产减值减值 这道题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ABD三个想象 第二题 2021年1月1日 家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项建造合同 为乙公司建造一栋写字楼 合同总价款为900万元 预计总成本为800万元 预计工期是两年 2021年 甲公司为建造该项工程 累计发生建造成本450万元 由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涨 甲公司预计上须发生成本合计为550万元 现在已经发生了450万元 预计未来还要发生550万元 那代表着预计总成本就是450加550 合计是1000万元 那你来看我们的合同总价款多少钱 900万元呀 这代表着这个合同又变成了一个亏损合同了呀 我们需要去考虑确认预计复债 他说甲定该建造业务构成单项预约预约 并属于在某一时段内预行的预约预约 甲公司采用已发生成本 在预计发生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预约进度 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预约进度算是多少呀 以发生成本450除业预计总成本1000 得到履约进度是45% 我们就可以拿着合同总价款乘以履约进度 来算一算我们本期可以确认到收入金额 他说甲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甲公司二某21年相关会计处理中 表述不正确的有什么 我们来看 A选项 甲公司应确认合同相关收入是多少钱 我们拿着合同总价款900万元 乘以履约进度45% 得到应该券的收入是405万元 那么A就错了 B选项 甲公司应合同履约成本有关资产摊销 记录当期随意的金额为360万元 这个其实问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节转组营业务成本是多少 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成本呀 是啊 450万元 那么B选项也错了 B选项因代值行合同变为亏损合同 甲公司应确认预计损失是550万元 对不对呀 那咱们来算一下 预计要发生的总成本是1000万元 合同总价款是900万元 所以整个合同来看 我们要亏多少呀 要亏100万元 以履约的部分呀 您看看 已经履约的部分 是不是在收入减去成本中已经体现了呀 这405减去450 这是已经履约的部分 我们已经确认了收入 截短了成本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预计未来的损失了 所以我们现在预计未来的损失 我们只需要乘以还没有履约的部分 那是B减去45% 也就是55%了 预计未来的损失是55万元 那么他算的是对的 关键问题就在于 他说要把这55万元记录资产减着损失 对吗 那就不对了 因为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履行我们的履约义务呢 是预计未来要发生的损失 所以我们应该确认主营业务成本 而不是记住资产减着损失 此例 应该建造合同影响假公司二某二亿年 营业利润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来算一下呗 首先我们确认的收入是405 然后节省的成本是450 然后又预计了55万元的预计负账 对应着他也应该记录到主营业务成本 所以总共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呢 是负100万元 那么4D选项就对了 这道题让我们选择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的是ABC三个选项 对那账务处理给大家写出来了 我们花了450万元应该带银行存款等 借合同履约成本 然后确认收入 借合同结算 收入结算是405 带主营业务收入405 确认了收入 我们就要结算成本 应该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合同履约成本是 我们所花的钱450万元 接下来就是要预计合同损失呀 针对我们还没有履约的那55% 我们预计损失是50万元 带预计负借主营业务成本是55万元 你把这些账务处理都写完了以后呢 你再来看看 它对营业率的影响金额 其实就更加清楚了 是不是这块有一个主营业务收入是405 然后有一个主营业务成本是450 我们应该给它减掉 然后还有一个主营业务成本是55万元 我们也应该给它减掉 这样就可以得到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了 第三题 夏蕾各项中 在对境外经营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 选用的有关汇率 符合会计准则的有什么 A简像其他综合收益 它应该采用交易发生日的极其汇率来进行折算 对不对呀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对于外币报表进行折算 资产和负债都是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极其汇率进行折算的 那么所有者权益中呢 除了为分配利润以外 其他的我们都是采用交易发生日的极汇率 A是对的 B选项固定赞项目 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表日的极其汇率进行折算 这个也是对的 C选项营业收入 采用的是当期平均汇率进行折算 这个也是对的 4D 长期应付款项目 采用的是交易发生日的极其汇率折算 这个对吗 这个是不对的 还是那句话 对于资产负债表中 我们的资产和负债都是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极其汇率来进行折算 对于所有者权益 除了为分配利润以外 其他的我们是采用交易发生日的极其汇率折算 大家要注意把他把握好 他问我们符合会计证则的有什么 我们应该选的是ABC 第四题 假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下列各项具有商业实质的资产交易中 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并且应当按照企业快据准则第七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快递顾理的有什么 A选项 假公司一起拥有的一项专利权 这个是非货币性资产 换取A公司的一台机器设备 这也是非货币性资产 双方都是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这个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并且是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证则来进行处理的 B选项 假公司一起移动已开发的商品房 换取B公司的一项土地使用者 我们来看看 假公司的商品房应该叫什么 它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以这个商品房它叫存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换出资产是存货的话 它应该执行什么准则呀 应该是收入准则的 所以这个就不能选了 最选项 假公司以发行股票的方式 换取C公司的一项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它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没错 关键问题就是假公司发行的这个股票 对于假公司来说是什么 那是属于者权益 所以这个还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吗 就不是了 这个不应该选 次第 假公司一起一套用于经营出租的公寓 换取D公司的一批资产的产品 那么咱们先说经营出租的这个公寓 对于假公司而言 它应该叫什么 那叫投资性房地产 它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的 换取D公司的一批资产产品 对于D公司来讲 它是存货 但是现在影响我们假公司这边 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吗 不影响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假公司来讲 那么它依然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并且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 这道题我们应该选的是A和4D 两个选项 第五题 下列关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要说正确的有什么 明显像 出于对数据可靠性和便于操作等方面的考虑 建立在该预算或者是预测基础上的预计 现金流量只能涵盖5年 这说的是不是有点绝对了 如果有证据证明更长时间是可靠的 是合适的 我们也可以涵盖更长的时间 他说只能涵盖5年 B选项 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不能包括最近财务预算 或者是预测期之后的现金流量 能不能包括呀 是可以包括的 B选项也错了 C选项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复所产生的 现金流量 我们谈到未来现金流量呀 是稀税前的 那么对于利息和所得税是不应该包括的 所以C选项是对的 4D在确定固定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不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 与改良有关的预计现金流量的影响 如果改良的话 你想想 它换了新的部件呀 增加了一个发动机呀 你想想换成一个新的固定资 我们现在在确定这个固定资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是不应该考虑与改良有关的现金流量的影响的 4D选项也是对的 这条题 他问我们的是表述正确的 那咱们应该选的就是C和D两个选项 第六题 下列关于或有事项的计量表述中正确的有什么 A选项 所需之处不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且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 应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 确定预计负债的金额 对吧 你涉及到多个项目 你怎么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来确定呀 那就不能了 应该说涉及到单个项目的 我们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来进行确定 A是错的 选项所需之处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 则最佳估计数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 中间值来进行确定 这个是对吧 所以显到 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 全部或部分预期有第三方补偿的 却能补偿金额 不应当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是基于预计负债来考虑我们能够收回了多少 是不是 所以它不应当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C是对的 企业有第三方补偿的金额 只有在很可能收到的时候 才能作为资产来单独确认 是很可能吗 我们要是确认预计负债 那么很可能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确认预计负债 但是对于资产的确认呢 我们要求这个可能性要达到基本确定 而不是很可能 对4D就错了 这道题问我们正确的有什么 我们应该选的是B和C两个想象 第七题 二亩21年1月1日 某公司为规避所持有的资产铁矿式的 公元价值变动风险 决定在期货市场上建立套期保值头寸 并指定某期货合约为二亩21年上半年 铁矿式价格变化引起的 公允价值变动风险的套期 那就代表着这个是属于公允价值套期 该期货合约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项目 这个铁矿石在数量自次价格变动和产力方面 都是相同的 二亩21年1月1日 该期货合约的供应价值为零 被套期项目 铁矿石的账面价值和成本均为5000万元 那我们应该把它的账面价值截转到 被套期项目中 供应价值也是5000万元 二亩21年1月30日 该期货合约的供应价值上涨了500万元 那我们应该借套期工具代套期损益 铁矿石的供应价值呢 下降了500万元 我们应该带被套期项目借套期随意 当日该公司按照供应价值将铁矿石出售了 并将该期货合约结算了 假定该公司经评估认为 该套期是完全有效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什么 A选项 该公司应在二亩21年1月1日 将被套期项目自库存商品科目 转入被套期项目科目 这个是对的 A选项 该公司应在二亩21年6月30日 根据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额 代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它已经作为套期工具了 这个时候供应价值变动呢 应该是代借套期损益 科目500万元 那么B选项是错了 B选项 该公司应在二亩21年6月30日 根据被套期项目 供应价值变动额 借借套期损益科目是500万元 这个是对的 我们应该借套期损益 代被套期项目 此理 该公司应在二亩21年6月30日 确认主营业务成本是多少 是5000吗 原来我们把它从库存商品 转入到被套期项目的时候呢 是5000 后来是不是又调了一个公允呀 调整减少了500万元呀 所以应该借的左右成本是4500万元 而不是5000万元 那么4B选项都错了 这要题我们只能选择A和C两个选项 账务处理完整的给大家协助来了 首先我们应该将库存商品转入到被套期项目 是按照它的账面价值结转的 然后在6月30号我们要进行调供应 首先是套期工具这边 供应价值上涨了500万元 我们借套期工具 带套期损益这500万元 然后被套期项目这边呢 供应价值下降了500万元 我们应该带被套期项目 借套期损益500万元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它卖掉了 我们应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呀 借银行存款或者是应收账款 带主营业务收入是4500 然后截短主营业务成本 是被套期项目此时此刻的账面价值 初始券是5000 后来调减了500 所以是4500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带被套期项目 最终呢我们要结算这个套期工具 应该收到银行存款500万元 带套期工具500万元就可以了 好了第八点 对于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负债 或者是企业自身权用工具报价 但其他方将其作为资产持有的负债 或者是企业自身权用工具的供品价值伎量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这块说的是什么呀同学们 我们知道基于金融工具呀 一方是确认金融资产 另外一方是确认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另外一方这边顺认的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它的供允价值是多少 那怎么办呢 如果它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负债或者是企业自身权用工具报价 我们需要去看我们这一方确认的资产的供品价值是多少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A选项 如果对应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报价 并且企业能够获得该报价 企业应当以对应资产的报价为基础 确定该负债或者是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供品价值 这个是对的 可以基于对手方那边确认的金融资产的报价 来确定我们这边负债或者是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供品价值 并且这样 如果对应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报价 或者是企业无法获得该报价 那没办法了 我们怎么办 就可以使用其他可以观察的素质 例如对应资产在非活跃市场中的报价 你看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我们就去找非活跃市场的报价 自身权益工具的报价 这个对吗 同学们要注意啊 如果使用收益法的话呢 我们是考虑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者 现在他谈的是其他市场参与者作为资产 持有的类似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报价 那么这个应该叫市场法而不是收益吧 所以他搞毁了 私底选项是错的 这道题我们只能选择ABC三个选项 第九题 假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或事项中 相关快速里会影响发生当年净利润的是什么 A简将因重新计算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产生的保险精算收益 那么这个应该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中去 它是不影响当年经理论的 B简将因联营企业其他投资方单方增资 导致影响有联营企业净资产份额的变动 这个是咱们说的权益法后续计量的第五步 我们应该将其记录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中去 它也是不影响精力论的 所以选项根据确定的利润分享计划 举当年度实现利润计算 确定应支付给管理人员的利润分享款 支付给管理人员的 那我们应该记录到当期管理费用中去 所以这个是影响精力论的 将自用房屋转为采用公元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这个涉及到飞头转头了 飞头转头的话呢 我们投资性房产采用公元价值模式后续计量 我们需要去考虑产生的是借方差还是贷方差 现在他谈的是公元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那产生的是贷方差呀 贷方差我们应该就到其他综合收益中 同样的他也是不影响发生当年的经理论的 照题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 B D三个选项 第十题 股份支付协议生效后 对其条款和条件的修改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什么 A选项 如果修改减少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企业应当以权益工具减少后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确认取得服务的金额 对吗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它减少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的话 那么这个对员工是不利的 对员工是不利的 我们应该不考虑修改 所以啊 哎 错了 B选项 如果修改增加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 那么这个对员工是有利的 即应当将增加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相应的确认为取得服务的增加 对员工有利 我们应该将的确认 B是对的 C选项 如果修改之后延长了等待期 延长等待期 本来员工在这干三年就能够行全了 现在您变成五年了 那对员工是不利的 所以不应考虑修改后的可寻全条件 C 如果修改增加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企业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的增加 相应的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它增加所授予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个同样的对员工是有利的 我们企业应该确认 那么D也是对的 这道题选择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的是BCD三个选项 好了到此为止 多项选择题就讲解完毕了 我们来看计算分析题 第一题 甲公司为一家集团企业 A公司 B公司为其子公司 事故比例分别为80%和100% C公司为其联营企业 事故比例为30% 2020年与股权投资相关的业务如下 来看 资料一 2020年5月1日 甲公司从集团外部购入M公司100%的股权 支付购买价款3500万元 购入该股权之前 甲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做出决议 决定购入之后 将企业应年内出售给义公司 甲公司与义公司初步议定 股权转让价格为3510万元 甲公司预计为出售该公司股权 将支付交易费用20万元 这个是属于专为转售而持有的股权 那么我们在取得它的时候呢 就应该考虑直接确认持有代售资算 那么入账价值应该是多少啊 我们应该拿着我们购买的价款 与公允价值减去储置费用后的净额来进行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公允价值 也就是这个选让价格 减去储置费用 也就是这个交易费用 两者之差是多少呀 是3510减去20 那就是3490万元 我们应该拿着购买价款3500 与它来进行比较 两者赎低确认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其实也就代表着 我们买来它的时候呢 就应该确认10万块钱的资产减之损失 往下看 假公司与乙公司正式签订合同 约定将M公司股权于二某21年2月1日 出售给乙公司 转让价格为3600万元 假公司重新预计的交易费用 调整为10万块钱 那这个时候您再来看 供应价值减去储置费用的金额呢 变成多少了 变成3590万元了 是不是比之前的要高了呀 那么我们之前去的简直能不能够赚回呀 是不能够赚回的 再来看资料2 二某20年7月1日 假公司分别于丙公司 丁公司签订了一项股权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 假公司应于二某21年3月31日 将之前持有A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丙公司 于二某21年4月10日前将持有B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丙公司 同学们到这儿 您还记得A公司和B公司是谁吗 在我们最开始的题目资料中 他告诉我们了 A公司和B公司为假公司的子公司 持股比例分别是80%和100%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卖掉我们所拥有A公司80%的股权 也就是全部都要卖掉了 那么要卖B公司股权呢 我们原来用的是百分之百 现在卖了百分之十 还剩下百分之九十呢 那么可能仍然能够对B公司施舍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出售之前 假公司仍持有A公司B公司的控制权 那是当然了 百分之百和80%的股权呀 出售之后呢 假公司将上市对A公司的控制权 出售之后 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上市了控制 但仍然能够对B公司施舍控制 因为还有百分之九十的股权呢 所以啊 B公司将还是我们的子公司 第三个 二某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假公司与物公司限定合同 约定将假公司持有C公司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出售给物公司 C公司是谁 你还记得吗 同事们 C公司在我们题目一开始 他告诉我们了 是我们假公司的联营企业 支付比例为百分之三十 那现在呢 要卖多少 要卖百分之二十 那也就代表着还剩下百分之十呀 他说要卖掉这百分之二十 出售价款为八百八十万元 出售后 假公司不再对且具有重大影响 将其指定为其他选意工具 投资来进核算了 也就是这百分之十的股权 不能够对C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我们将其却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了 这是典型的权益法 转金融资产吧 权益法转金融资产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呀 同事们 应该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来进行处理 那么金融资产应该按照 这一天的公允价值来进行确认 他说到二某二零年末 假公司持有C公司的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为990万元 其中投资成本的明细580 随调整的明细是200几 其中100万元为二某二零年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明细为90万元 其中20万元为C公司 重新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的变动形成的 那么也就代表着 这20万元的其他综合收益 它是不能够从分类进随意的 还有70万元呢 是C公司持有的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上升形成的 那这70万元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能够结转到投资收益中去的 其他权益变动明细 50万元 这个对应着我们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那么我们在把股权卖掉的时候呢 应该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同样的要结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他说C公司剩余10%股权的供应价值为440万元 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确认这10%的股权 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入赚价值就应该是440万元了 双方当日办理完毕股权转移和登记手续 来看其他资料 交易前 假公司与M公司 E公司 饼公司 物公司 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上述您出售的股权投资 在当前段况下 均可以立即出售 来看他的问题 第一个根据资料一分别计算二某20年5月1日和5月31日 假公司对持有的M公司股权投资应具体或调整的资产减着损失的金额 并编制假公司二某20年5月与M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会计分录 资料一 同学们还记得吧 我们从集团外购入了M公司100%的股权 支付购买价款3500万元 然后呢 我们就议定 哎 要把这个股权卖掉 主要专为转售而持有的股权 我们应该拿着购买价款与公运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来比较两者熟低确认持有代售之长 所以咱们来看 说该长期股权投资 主要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5月1日 在不化氛围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 初始计量金额呢 就是我们支付的价款3500万元 当日公运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呢 是3500万元减去20万那是3490万元 应该按照两者熟低来进行计量 所以我们确认的持有代售资产呢 应该是3490万元 应该借持有代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3490万元 可是我们支付的对价是3500呀 我们带一个银行存款是3500万元 差额呢 应该记录到资产减值损失10万块钱 并且这个资产减损失呢 后续是不能够转回的 再往下 5月31号 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再次减值呀 那拿着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再来与此时此刻的账面价值去进行比较 供应价值减去出售费用的金额呢 那是3600减去10万块钱是3590 那么账面价值呢 是我们在5月1号确认的3490 两者数低 那原来的比较低呀 所以还需要再具体资产减损失吗 就不需要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进行比较 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 第二问 根据资料二 分别判断假公司出售A公司和B公司股权投资 是否符合持有代售的条件 如果符合则说明假公司个别报表和合同报表应进行的会计处理 那么同学们还记得资料二说的是什么吗 A公司和B公司是我们假公司的子公司 假公司持有A公司80%的股权 持有B公司100%的股权 然后现在呢约饼和丁签订协议 要把A公司的80%卖给饼 要把B公司的10%卖给丁 那么把A公司80%卖给饼呢 那就要上市控制券 所以它是符合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的 但是我们要把持有B公司10%的股权卖给丁呢 那么我们还有90%的股权 并没有上市对B公司的控制券 所以这个是不符合跨范围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的 咱们来回答 首先说假公司出售A公司股权后将上市控制 并且由于已经签订了出售协议 一年内将完成出售 相关股权投资均可以立即出售 符合持有代售的划分条件 因此呢我们应该将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它问咱们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分别应该如何进行划分 咱们来回答一下 个别报表中我们应该将A公司全部的股权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合并报表呢应该将A公司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这是要卖A公司股权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要租售B公司的股权 可是我们仅出售10%并不上市对B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说该股权投资并不是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收回它的账门价值 因此呢就不应当将这个你处置的10%股权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来进行列报 第三问 根据资料三计算假公司应该向股权出售应确认投资收入的金额 并编制与出售股权相关的会计分路 资料三同学们还记得吧 我们是要把所持有联营企业C公司的股权 A20%把它卖掉 我们原本持有这个联营企业的股权呢 这30% 那么卖掉20%还有10%呢 这10%我们将其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进行核算了 这是典型的权益法转金融资产 应该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金融资产的确认金额应该是按照这一天的公允价值来进行入葬 他问咱们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卖掉这20%的股权 我们能够收到多少对价呀 是880万元 另外我们是不是假设把剩余的10%的股权也全部卖掉呀 其实也就是这10%股权它的公允价值了 440万元 这是我们假设把30%的股权全部卖掉 能够收到的对价 然后减去这30%的股权 原来确认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990万元 应该全部给它宗值确认 相当于把原来30%的股权全部卖掉了 我们收到的对价 与这个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之间的差额 要记住到投资收益准确 除此以外呢 还需要注意 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原来那是权益法后续计量的 权益法后续计量的第四步和第五步中的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能转随意的 我们是要求转为随意的 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是70万元的其他综合收益 再有一个是50万元的资本公间 其他资本公间 咱们要把这两个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您千万别忘了 这里边还需要读意 有20万元为C公司重新设定收益计划净负债的变动形成的 那么这个其他中国收益呢 它是不能够截转的 我们在此呢 不能加它 最终得到出售股权确认的投资收益是450万元 来看一下账务处理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把30%的产业管转则全部卖掉 应该将它全部终止确认 包括它的四个明信 这个一共多少钱 一共是990万元 然后我们卖了它以后拿到的钱呢 拿到20%是880万元 收到了银行存款 还有10%呢 我们是又买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先卖再买的出售原则嘛 我们要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实它的入档价值就是它的公运价值了 那么差额呢我们记住到投资收益总确是330万元 这是先卖再卖 要注意的是长期管转投资卖掉了 它第四步和第五步中的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要给你截转到投资收益 这里边其他综合收益一共是90 但是我们能截转的只有70 借其他综合收益70 还有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是50万元 能够截转的都给它截转到投资收益总确 所以大投资收益120万元 好了到此为止 我们这道题目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看看您做的怎么样呢 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二道计算分析题 假单位位于事业单位 这是要考我们政府会计啊 政府会计在18年考了一到十分的计算分析题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放下看 二末20年发生经济业务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4月1日 假单位接受以事业单位无偿掉入的一项固定资产A设备 根据以事业单位提供的相关凭证录名 A设备在掉出方的账面原值为500万元 只掉拨当日已经集体折旧是300万元 那也就代表着它的账面价值是500-300等于200万元 经假公司验收合格后入库 设备掉入过程中 假单位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运输费5万块钱 那么这是属于我们为了取得这个固定产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错 所以应该进入到我们固定资的成本总据 第二个 6月30日 经过批准 已向办公设备置换另一事业单位一批办公物资 该办公设备账面余额是30万元 已具体折旧是10万元 那也就代表它的账面价值是20万元 评估价值是33万元 知患观众收到对方单位支付的补价是1.5万元 并存入银行 另外以现金支付取得该批物资的运输费用是0.5万元 那么这个也应该进入到我们换入资产的成本总据 第三个 12月31日 假单位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 盘亏笔记本电脑一台 账面余额为1.2万元 一提折旧2000块钱 那就代表着它的账面价值是1万块钱 报经批准后应由单位职工张山赔偿5000块钱 款项已经收到 其他损失由单位自行承担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来看它的要求 一个根据资料1 说明假单位无偿调拨取得A设备所发生运输费的处理原则 并分别编制取得A设备的相关会计分录 资料1 同时们还记得 我们假单位接受了以事业单位无偿调入的一项固定资A设备 我们为了取得它发生了运输费5万块钱 这个是属于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应该记录到我们固定资的成本中却 咱们来回答一下 假单位取得A设备发生的运输费 是使得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所以应该记录取得A设备的成本中却 取得A设备的账用处理 我们怎么做呀 首先是在财务块一中 我们取得这个固定资产 应该按照它原有的涨压着200 加上我们支付的运租费5万块钱 所以是205万元 然后带银行存款 这是我们支付的运租费 然后带无偿调拨净资产200万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支付了银行存款 所以在预算块中呢 我们也应该进行这样处理 应该是借其他支付 带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5万块钱 第二问 根据资料二 计算假单位置换取得办公物资的入档成本 并编着置换的相关分路 资料二 同学们还记得啊 我们是以一项办公设备置换了另一事业单位的一批办公物资 那么我们还收到了对方的补价 然后又支付了现金 对应着的是运租费用0.5万元 我们看看我们置换取得的办公物资的入档成本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它的评估价值33万元 然后减去我们收到的补价1.5万元 再加上我们为了取得它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错 这个运输费用0.5万元 这样就可以得到取得办公物资的入档成本是32万元 那么我们的账务处理呢 首先应该借库存物品是32万元 然后我们收到的补价存入银行了 所以应该借银行存款1.5万元 把我们换出去的办公设备账面价值给它充了吧 直接是贷固定资产 它的原值呢是30 然后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0万块钱 这两个合起来就它的账面价值了 20万元 然后我们又支付了运租费用是0.5万元 是也现金支付的 所以贷一个固存现金0.5万元 接下来您看一看 我们收到补价1.5万元 我们又支付了现金0.5万元 所以我们最终拿到的钱是多少 1万块钱 这1万块钱是我们这个单位的吗 不是 我们应该上缴财政 所以要确认应缴财政款是1万块钱 那么差额呢 我们就将其进入到其他收入中去 是12万 这是财务快中的处理 接下来就是在预算快中 我们发生了0.5万元的运租费呀 涉及到用现金支付了 所以应该借其他支撮0.5万元 带资金结存货币资金0.5万元 接下来第三问 根据资料3编制假单位与财务快捷相关的分路 资料3同学们还记得吧 它谈的是假单位对棍栏进行盘点 盘亏了笔记本电脑一台 这个笔记本电脑账为余额是1万2 以提折旧2千块钱 也就代表着它的账面价值是1万块钱 基督有张三赔偿5000块钱 剩下的损失呢 由我们假单位自行承担 我们来看看账务处理应该怎么做 首先应该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包括固定资产的原值12000 和固定资产累积折旧2000 合起来账面价值1万块钱 都给它转到贷处理财产损益中去 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政府会计中 我们是将账面价值转到贷处理财产损益 它跟企业会计不一样 企业会计我们是把账面价值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度去 此处呢特别的提醒大家 接下来收到张三的赔偿款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借库存现金5000代贷处理财产水益5000 固定资产经批准预言合销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借资产处置费用1万块钱 贷处理财产水益1万块钱 我们收到张三的赔偿款5000块钱 这5000块钱我们要怎样啊 需要上缴财政 所以应该贷应缴财政款5000 然后借贷处理财产水益是5000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 好了到此为止 政府会计的这套题目呢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同学们这里边的会计科目 是不是还是记不住呢 这样同学们在考前呢 再多利用自己的短暂性记忆 把这个内容呢稍微看一看 万一他在考咱们十分的计算分析题的时候呢 同学们 能得几分是几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